划中驱冲 进来 何总 何总不好了不好了 出这儿了 怎么了 装修公司的老板跑了 什么 刚才装修公司的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工人今天姚公司的老板工 他实在顶住了 你只有跑路了 刚才我去新电探了 工人们都在那儿闹事呢 刚才有一个工人爬到楼顶 说要不北京公司就要跳楼呢 你过来我进去啊你来 还我过去 何总 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叫警察 我们不方便出面 快叫警察 走 快 来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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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给我抄 快 让他 让他 来 再过来 我跳来 再过来 我先给你个视频啊 再过来 你过来 过来 我跳下去了 我真跳了 我真跳下去了 好好好 同志 同志 你快下来 快下来 你就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过来啊 直过 我跳了 好好好 我不过去 我不过去 五千万别跳下去 我已经通知酒店的负责人了 人马上就到 问题马上就解决 张琳 你冷静点 冷静点 能解决的 一定能解决的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我就要我的公权 谁要改的时空方案 说话呀 怎么都傻了 为什么要做短时间啊 成本提高没有利润 承包商干吗不跑啊 我问你们谁改的 是我 是我 什么 琳娜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为了兑现一个承诺 胡闹 老板 你也甭着急 现在工人闹事 跟咱们没责任 咱们没必要分手 不出面不行 不出面不行 这样对我们酒店形象很不利 况且何总 现在正在被提名十家商业领袖 我觉得这样不同 出了面 这事就懒得咱们身上了 这事本来就是装修公司 和工人之间的事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 我们不能出面 一旦应成了支付装修公司 欠工人的工资 那我们真的就是被套上了 再说 拿两百万 过去给工人 那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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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我就抓住了 还我工钱 还我工钱 同志 同志 你快下来 你就算是不想你自己 你想想你的家人 他们今后怎么生活 同志 冷静点下来 好吧 我女儿住院了 我女儿做手术要钱啊 我女儿癌症要钱 这些没良心的 我要我就该得了钱 不行吗 同志 您下来啊 先下来 先下来吧 先下来 先下来 我再说 我死给你们开 我就不信没人管 快换我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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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掉下来 这个头真的不能开 给了钱 如果那个人不跳去了 那其他人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这么一跳 就能拿到钱 那他们 都会以这种方式 来要挟我们的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别人一旦跳下去了 媒体只要一爆 所有人都会是以为 我们不给工人钱 别人才跳的 那酒店的名声怎么办 何总 我觉得刘总说得对 这个头真的不能开 我们还是先等一等 看看事态的发展 先不要着急下定论吧 这个事的主要责任在我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什么时候轮到女人 来扛事了 有人看楼了 快去看看 快儿楼了 快儿快儿快儿 快儿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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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儿快儿快儿 快儿快儿快儿 快儿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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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这是 民工讨薪要不来 想准备跳楼呢 你好 我是生活周刊的记者 我可以过去跟他谈谈吗 不行 往后退 你听我说 这事从根上解决的话 必须得让他们拿点钱 有杂射的参与 也许可以帮助咱们提前拿到钱 你们这事也能尽快地解决 否则你今儿把这救回来的话 没人再跳就慢了 那好吧 那你上去吧 但是天后不要乱说话 现在才能够过去 行 好 谢谢 我就要我的工钱 你把这个软件做 不能与任何人进入现场 控制好当人的行业 行 哎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从我中间的记者 哎呀 现在这种情况 你就别再给我们添乱了 我 我来不受麻烦 我来解决事情 真的 那你就站在这儿 别乱说话 如果激怒当事人 后果不堪设想 我行 听明白了吧 对不起 我接一电话 多儿 我 我得跟你道歉 但我现在 我现在在木马 我正在处理事情 我慢慢再给你解释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发了 这儿的负责人呢 他们刚才来过电话 正在开会 所有的负责人都在开会 没有一个人出来管这事吗 文秘关天的事 怎么能这么冷漠啊 我打一电话试试吧 你认识他们老板 见过面 来 还我贡献 何耀勇 说 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酒店有人跳楼 你还真的是记者啊 哪里有事哪里就有你啊 不过我很好奇啊 你一个周刊记者 这种新闻对你来说有价值吗 我现在跟你聊的 不是周刊的事 是一条人命的事 你能不能别那么冷漠啊 周淑明 你能不能别装救世主 我非常讨厌你这种强调啊 有本事你去把他劝下来啊 你想这人 如果在你酒店里边死了 对你酒店生意 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周淑明 我没功夫跟你废话 我告诉你 没事别老定有 去找那些所谓的富二代 他们会陪你瞎扯 瞎扯完 拿完他们的东西 骗钱了去交你的房贷 你 什么情况 置之不理 你说 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 怎么办 我来试试 注意安全 怎么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跳怎么啦 又来一个跳 还手也跳 奶奶 你这不孝子子孙 要先走一步了 奶奶 你这不孝子子孙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家里面的长寿 如果我走了的话 老周姐就绝后了 我没办法呀 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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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原谅我啊 奶奶 这要是掉下去 摔不死怎么办 摔个半残 后半生怎么过呀 大头朝下已经赶紧摔死了 跟他摔得跟烂摸过似的 崩子满地都脑浆了 多丑啊 oh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万也得死啊 慢着 再一下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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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怎么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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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呀 原谅我吧 我必须得走了 这是我说的最后一段话了 请原谅我的懦弱 我是你的第一个老公 我不想给你留下这么差的印象 可是我必须得走了 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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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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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ๆ走走走快走 不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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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没有我给你看看 boy 您这个 retail RonEO idols jer 我叫什么病不重要 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相关部分的重视 给这些工人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您在照亮明图罢 您的带照亮明图罢 您的带照亮明团 为小公主 Jos 不玩 那事 我得跟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我用的话 还有警察干吗呀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补偿你 是怎么样都行吗 我尽力做 你说吧 那你离婚娶我吧 你 你不要开什么玩笑吧 这个不行啊 那你亲我一下吧 咱正硬点 你说我怎么补偿 你这心里才能舒服点 你还有没有点诚意啊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可别忘了 现在是你对不起我 还有没有点良心 你这么逆心 叫我以后怎么见的呢 你这么严重啊 那你现在写我这篇稿子 有我一半的功劳吧 请我吃饭呗 行 我看这事行 走吧 谢谢你的大途 但我 我能不能晚上 再跟你吃饭 因为我得去一趟洋用酒店 跟那老板商量商量 这事他不能置之不理 行 我跟你去 好 想什么呢 我 以前我也不太了解你 我也不知道你为我 做了这么多的事 真的 真的对不起你 我再次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你说你这人怎么 那么婆婆妈妈的呀 我不是说了吗 请我吃顿饭我就原谅你 你现在这样 不会是舍不得花钱了吧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那就好 这一次你可不能放我鸽子了 行 你放心 你先去忙吧 您好 先生您好 请问柯若有办公室在这儿 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我没有预约 但我有急事找的 对不起 何总很忙的 如果没有预约 我真的帮不到您 你听我说 我找的这事很重要 如果耽误了的话 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很抱歉 何总很忙 我真的帮不得 先生 五哥 什么事啊 跟柯若说 我要见他 你先跟我说什么事 我没时间跟你说 你赶紧去跟他说点 我得转告他 这是工作流程 你得先跟我说 你跟柯若说我要见他 如果他不肯见我的话 你就原话告诉他 你说你是不是不敢见我 快去 你疯了 我这么跟他说 我得开了我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赶紧去 我有急事 你犯什么神经病啊 不见 我见他干吗 可是 可是什么 可能他真的有什么事情吧 先出去吧 周小婉 周小婉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她说 说什么 她说 你是不是不敢见他 我看了早报 财富版面有个条新闻 说你被提名 本市十大青年商业领袖 别拍马屁了 说主题 我没有任何要拍马屁的意思 我只想告诉你 你要对得起 这个商业领袖的称号 你多少岁了 还装粉轻啊 周初铭我告诉你 凭你的智商 这辈子我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杰出商人领袖 你很能让 我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你 今天有人在你的酒店跳舞 不是没死吗 你有没有做人最起码的良知 我有没有良知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如果你还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 我就叫保安了 好 这是你的地方 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同样 我也可以行使我的权利 今天晚上 网络上就会出现 关于咱俩所有对话的文章 也要为你所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你在威胁我 我在帮你 说吧 你要多少钱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像你这种计券我见多了 弄一些负面消息 然后要挟企业 这就是你赚钱的手段 开口 我满足你 在你心里除了钱 是不是没别的事了 周淑铭你能不能不要再装清高了 我对你的现状非常了解 李逊 我很穷 穷得让你这么有优越感 但我可以向你炫耀的是 我的道德高度 足以让你这样的人 仰望我一辈子 我为慈善捐的钱 比你这辈子贱的钱多了 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 展示你那所谓的良知 我告诉你 我要仰望的 不是你的道德高度 而是你作秀的水准 我不是看选秀节目的少男少女 这些事儿 你不用蒙我 你捐钱 是为了做好事 是为了救人吗 你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你这才是作秀 我不想再跟你浪费时间了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多少钱 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今天晚上你不亲自去医院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我要让所有的人彻底认识你 我从来不怕别人危险我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法庭上见吧 我奉陪到底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 重新追求苏小牙 你非得要再把她追回来 才能消除你内心的自卑感吗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祝你好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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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闹够了没有 我不是在闹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引咎辞职 我也是不想淋累你 出了问题你要解决问题啊 逃避有用吗 丽娜 你作为一个经理 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 我已经不想再说你了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 我也不会让你一个女孩 去承担什么责任 就算有错也是我来扛 轮不到你 少勇 你别说了 现在不是你辞职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工作上离不开你 干吗 你要逼死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好了 好 新店开业和周年庆的活动 都要交给大拇指公司来做 是 是因为搜小鸭吗 是 那交给我做什么 需要我跟进吗 不用 这个我自己跟进 少勇 你还说我公司不分 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 那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谈得怎么样 谈不老 这个姓何的太没人性了 要不我帮帮那个工人 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一群啊 我回趟杂志社 好 今天你们要呼吁一下 我就不想请她喝着有冷漠 这个社会也这么好 那我送你回去吧 就 那谢谢你了 客气是 走 走 幸福吗 什么 有我这样一个专职美女驾驶员 难道你就一点儿不觉得自己很幸福 你母亲 把你的事告诉我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呀 没有啊 我觉得你很善良 善良不就是傻的禁止词吗 我真傻 那你喜欢我吗 你 你每次问我这个你 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我很认真 难道你觉得我是一个游戏感情的女孩吗 如果你认真的话 我真得说多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我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而且我很爱我的妻子 那我呢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你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我有这个信心 小姐 麻烦问你一下 前些日子 有个叫苏小亚的 在您这儿办过婚礼 您是说就是微博上那顿婚礼 对对对 对 那是我们品推部 丽娜经理负责的 您有她的联系电话吗 先生 请问您是 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我姓钱 好 您稍等啊 好好好 我相当于家庭的 你不认了 那是你 你不认了 有什么事 我肯定是乱用的 你不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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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乱用的 你不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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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出来工作干吗呀 老板请你回来的意义 就是要你拿下这两个案子 还有亚用酒店 来年所有的广告合约 什么 怎么 没听清楚吗 没事的话你可以出去了 您好 我是丽娜 请问是您找我 对对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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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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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求您帮我办件事 请问您是 我是小亚的父亲 叔叔 您好 我听小亚提起过您的 小亚都跟你说了 那你说些什么 在她的印象里 好像你不怎么好 年轻的时候啊 一时冲动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咱们也挽回不了了 老了老了 才知道血还是浓于水呀 我很愧疚 我的心里很痛恶我 其实小亚这些年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如果您您早一点关心她 也许会好很多 我努力过 可是她们母女两个 不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 那叔叔 您需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呢 你 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 把小亚约出来 我要跟她谈谈 好 我试试 好 我试试 喂 娜娜 你在忙吗 还好吧 有点无从下手 能不能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现在 对 现在 你来酒店一趟吧 我找你有点事 好吧 你等我一下啊 她说一会儿就来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叔叔 您客气了 小亚跟我这么好姐妹 我们俩从小玩到大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您现在还是好好想一想 待会儿小亚来了 应该怎么跟她说 她才能原谅我呢 叔叔 我能问你点问题吗 你 你说吧 我听小亚说您是个画家 那您应该有不少钱吧 叔叔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意思是说 小亚的生活 现在过得挺拯据的 你知道她结婚买房子 签下了不少债 女孩子有的时候 生活是需要一些经济基础 作为支撑的 叔叔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还是有些私房钱的 我现在的画败得不错 如果小亚需要钱的话 我会倾尽全力的 那就好办了 娜娜 小亚 累死我了 快坐 快坐 先坐 爸爸是来看你的 爸爸 好陌生的称呼 先生 我想您认错人了 我从来就没有爸爸 小亚 怎么这样跟叔叔说话 娜娜 对不起啊 如果你是让我来见她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小亚 听我跟你说 这些年 我一直在想你们 这些日子 看到你的消息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 你就给我此机会吧 给你机会 我小时候被同学欺负的时候 您在哪里 我生病住院的时候 您在哪里 我妈寒心如苦 风里来雨里去 照顾这个家的时候 您在哪里 怎么 现在年纪大了 寂寞了 就想上演一出 父女相认 和家欢乐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小亚 爸爸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我是错了 可是现在 爸爸毕竟年纪大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 对不起 我不想怎么对你 只是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小亚 小亚 叔叔您别着急 我追她去啊 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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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那么激动 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她 你就别管这事了 我知道 可是你爸都知道错了 你还这样 是不是有点过了 要我说你也傻 有个有钱的爸干嘛不认啊 你还想继续过苦日子 那我也不能为了钱 放弃原则 再说了 即使我肯原谅她 我妈也不会原谅她 你知道为什么 我长这么大她才来找我吗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子女啊 如果她有孩子 她就不需要来找我了 就算她有子女 你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再说这事都快过去三十年了 有什么深仇大恨 也该放下了吧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做错的事情 就必须要承担后果 好了好了不说了 咱们也好久没见了 今天一块吃个饭吧 正好我妈说叫你去我家呢 你一会儿有空吗 也行啊 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 淑敏这件事你不能做 药营酒店是咱们的赞助商 是广告大户 你怎么能抱人家负面消息呢 你你为了这么点广告费 你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不要了吗 你也太幼稚了 你太理想主义了 我理想主义 好那你说什么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就是这事坚决不能做 我们是办杂志的 不是开博客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想骂谁就骂谁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杂志说早就被停刊了 你替我想想 站在我的角度上 这事不能做啊 该干嘛干嘛去 我看见你那姑娘呢 什么叫我那姑娘呢 就丽娜呗 你俩是不是就吵架了 还挺聪明的 既然你那么聪明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嘛喜欢像她那样的女孩啊 那我也不明白了 像你这么聪明的女孩 都可以去喜欢一个已婚男人 我凭什么就不能喜欢一个聪明能干 气扰身材好什么都好的单身女孩 我们可不一样 我喜欢处理是因为觉得她人好 你很了解她吗 当然 好 坐 说来听听 首先她很专一 这连你不行吧 你喜欢丽娜 还拿着当后果 说她就说她 别说我 行行行 算我说得有点夸张 其二 她很有才华 有才华就必须得嫁 你会自卑吗 继续 其三 像我这样长得漂亮 有钱的女孩 行行 我不停了 我给你倒杯水 总之 像我这样的女孩 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可她偏偏就是不动心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证明她不爱你 滚 这说明啊 她绝对不是一个 会被金钱所诱惑的人 说明在她心目当中 爱情是高于物质的 但怎么听 都是证明她不爱你 你根本不懂 像她这样的稀有物种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样就能爱上一个人 还死心塌地的 我佩服你啊 我以前在国外有过一段 要死要活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不断地读她的书 我想 可能这妹祖和她 都不会有任何交集 命运弄人 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她 难道这不是缘分吗 你啊 错误地给自己画了一个框框 然后呢 在这个框框里呢 总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 去解答 其实一开始你就错了 你不知道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件事就是 你和周淑明的感情不是爱情 是崇拜 它是你的偶像 绝不是你的爱人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爱人一定是不完美的 因为有时候你爱一个人 就要包容他的缺点 爱情有时候是盲目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爱他什么 而你呢 爱得太清晰了 太偏执了 爱就是爱 爱就是爱 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你一定能得到 我想要的 我就一定会去追求 尤其是关系到一生的幸福 那你知不知道 你在破坏别人的幸福 他不幸福啊 怎么了 你幸福吗 我幸福啊 怎么样 利益都绑得一根脸条上 蚂蚁很难撼动肥猪 要不我去试试 你 进 进 米总 来 欢迎 你别这么叫我 我就是小姑娘 你要老这样客气 以后可就不好相处 那我就叫你朵儿 对了嘛 这样大家以后就好相处了 来 坐 米总 不 朵儿 你来我这儿是谈合作的事 不 我今天找你 是有点私事 你说 其实刚才周淑明已经来过了 就那事 我也看见了 觉得特别不公平 希望可以做个专题 为农民工讨会公道 朵儿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啊 今天在周淑明找我之前 亚永酒店的负责人 已经打电话给我了 告诉我情况是怎么回事 责任不在他们 你说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这种报道我真的不能写 看来我在你这儿说话不好使啊 哪能啊 既然这样 那咱们合作的事 我再回去跟公司商量商量 来 朵儿 这可是两码事 对了 你知道红报影业 是红远集团的子公司吧 难不成 红远集团的米董事长是 那是家府 我是她的独生女儿 试镜试镜啊 那刚才那个事 刚才那个事 已经很远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